我覺得北檢應該馬上分案調查 而且要傳柯P當證人 因為這個是... 因為柯文哲現在是市長 他不是在爆料 我也不覺得說他這個是說溜嘴 因為那個節目我也很清楚 東森的節目 他是預錄的 如果說今天柯P講完之後他發現 這段話不太適合 他應該可以馬上打開電話說 這段話要尬掉 沒有嘛 播出來了嘛 而且其實他在錄影的時候還講了說 誰介紹他去跟這個企業家見面 但是後來是剪掉了對不對 後來我有打電話去問那個介紹人 一樣姓柯啦不要跟你說 那個介紹人是跟我否認的 那個介紹人是說沒有 他說我沒有 我沒有介紹他們去喔 我跟林荒哥的看法 我想他應該不會亂講 或許有時候有一些印象中的一些落差 但現在要討論的是 有沒有這一回事啦 就是說到底是誰介紹 有沒有... 我覺得有... 有沒有新一家捐三億給連送我們這回事 那剛剛講兩億十幾個人都已經違反了 我不用再解釋了嘛 三億絕對超過嘛 那有沒有 那連社群那邊的說法也是沒有辦法評論 對 陳振宇講他... 什麼叫做沒辦法評論 對 他就是這樣 因為柯P... 你就參考總統府就好了啦 完全不是事實 因為現在柯P沒有講名字 他是講說捐給他的對手嘛 他的對手有可能是馮光源嘛 哎唷 對不對 馮永哥 有掉了 對手對不對 對啊 我跟你講 如果那個企業家是要捐給馮光源 他捐的絕對是星巴薇壁啦 那不是捐的 就是捐台壁啦 其實我覺得我們也不要跟觀眾打雅謎啦 我認為他講的對手就是連勝文啦 就很簡單 因為就這兩個比較具有實力在選嘛 我認為他講的 契約家在壓寶 怎麼會去壓馮光源 你也幫幫忙 所以我講... 馮光源... 他就是連勝文啦 那我覺得... 其實... 我倒是真的建議柯P 因為你現在是台北市長 而且... 這個就是說... 每個國民都有檢舉違法的義務 這個事情... 不管有沒有對價 先不用管 跟馬英九那個部分一樣 先不管有沒有對價 他已經違反政治獻金法 那你既然已經講了 而且你知道這個事情 其實就算北檢不分案調查 你也應該主動到地檢署去跟檢察官講 所以柯P話說得太快也太多了 為什麼 因為你今天是一個市長 很簡單 你這個要怎麼查 對方說我沒有講這個 柯P說我有講 你除非現場有錄音啊 你有嗎 你不是假不可以 柯P一向講他... 印象中有的事情 而且直接連數據都講出來 這一點是我認識他是這樣 那我覺得連煌哥講得非常公道 你現在是市長你也講了 那你就要負責喔 你就要負責喔 那可是有個狀況就是這樣 是不是柯P直接透過他的學長 然後跟這個學長連上線之後 說我可以來拜訪子 對方跟他說不要 然後講出這個過程 是不是本人這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不是本人 那是不是幕僚傳達有錯誤 第三個 就算是本人 我跟這個大老闆 他有可能吹牛啊 他可能講說 他找一個藉口說你不要來拜訪我 他可能... 這也有可能 那所以現在變成是這樣子一個過程 柯P你不能用你印象中聽說嗎 因為你是一個市長 要講這個話你要有證據啊 柯P應該具體講 到底他聽到的是誰 就不要... 你是市長 如果他具體講出來 他就要付法律承認 對啊 我相信他不會講 他既然要講 你就要跟他講 沒有 我覺得是這樣 柯P會這樣轉述 表示說他確信他所聽到的為真 他聽到了 對 可是老實講是不是真 他有沒有去查證 就是說他去... 他可能確信他聽到的是真 所以他才會把他拿出來講 就像我們... 其實像薛明志那個 我們在三、四年前就聽到了 但是我們都只聽到一句話 或是兩句話 所以我們沒辦法講 那今天柯P既然講得那麼細節 就是說 有老闆名字你一定知道是誰 因為你要跟他見面 你一定知道是誰 有金額嘛 那就把他講出來 那柯P你如果說不願意公開講 我覺得你也可以去跟檢察官講 檢察官查... 而且我要問一下 柯P為什麼一定要講 而且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 因為他的金額代表就是連勝文 主要的金額代表 如果這不是真的 那你對連勝文不公平耶 沒錯啊 就是變黑寒耶 對啊 有夠啊 對啊 這還有一點 我再提供給大家參考討論一下 一般像這種狀況 柯P的選舉過程非常清楚 他沒有到處要錢 那所以他可能... 像他見了很多的人 然後跟他討論 他只是要去跟你見面 尋求你支持他 他不是跟你拖錢喔 對啦 那那個人通常啦 我的理解可能 我的理解也沒有那麼精確 企業家面對兩個 有可能誰會當選 因為他民調一直都贏嘛 會拒絕跟他見面 其實我也覺得蠻意外的 就說我也可能... 連勝文比較有可能贏 但柯P也不一定輸 他竟然你要跟我先別 那我們就吃個飯啊 有什麼差 你不是來給我偷情啊 我又不用因為這樣子 我又再給你三億 但對方卻拒絕他 你覺得企業家如果 態度已經非常鮮明了 我就有可能 很拒絕你支持那一邊了 所以這樣才... 他才聯想兩個人嘛 他公開喊我支持誰 對啊 因為很公開 而且態度就是... 有這種企業家嗎 有啊有啊有啊 幾個 不然... 一兩個應該有啦 這一次九合一選舉 就很少啦 這兩個應該有啦 不多啦 不然我還是回到那個 就是說柯P你是市長 這種事情 你沒有聽說的東西 你不能拿來說嘛 只要你會對你的對手不公平 對不對 你怎麼拿聽說的事情來說呢 那是明者的工作 你幹嘛搶去做 那如果是聯話哥講的 他是親自打電話給對方 他就不是聽說的 就是對方跟他說 不過有人講說 哪有可能台北市市長選舉三億 好 但是連國民黨的台北市市議員都說 誰說沒有 你不要講別的嘛 美和市百貨他們的利益 對嗎 楊石秋說美和市建商 兩百多億啦 一百八十億 賣兩百八十幾億但是賺一百八十億 是啊 一個案子就一百多億耶 你怎麼可能會沒有 而且台北市現在幾個大型開發案 那動作都是利益都超過一百億的 你說那我可憐說 如果我正式捐輸 三億能夠 未來能夠獲得了一些資源分配 或者是標案 那三億划算啦 連國民黨的台北市市議員都說 一個市長選舉給三億 他們都覺得不為過 我覺得市長選舉會給到三億只有一種狀況 就是已經談好了啦 就是錢金啦 講白點就是給錢金啦 因為正常來講我們對企業的瞭解 三億這個大概是總統層級的 才會覺得一個老闆關到三億 市長一般來說 五千萬算很多很多很多 可能他自己出一個 兩億別人抓活 這樣也算很多啊 別人抓活 如果我們三個 這個老闆的三億裡面可能自己出一億嘛 因為這個老闆在 我人群為什麼要給你做 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廠嘛 這個 這不必要啊 你的意思是說 真是拿白人轉過來就對了 他就是個國際商人 對 跨國企業 有什麼不可能 拿白人轉過來 哪要 應該是白人 也是白人的國家 我又沒說什麼 什麼都說 我都聽我了沒關係 對嗎 都聽我了 待會兒就跟你傳說 一千萬 一千萬 我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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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你的索賠一千萬 走下看一下 特程組講了班有沒有在外面 不過我猜三億這個事情 應該會不了了之 是 我以為三千萬 郭台銘已經夠了 不能讓他不了了之 郭台銘 他自己對他入座 對啊 對啊 因為竹音 因為他講的 因為他講的是 他一開始沒有講名字 但是他那個條件設定的 其實 沒有他昨天在面對面 他已經公開講出 鴻海的老闆過台銘 那鴻海老闆就只有一個人 對啊 就過台銘 不過我倒真的覺得 就是說 柯P自己 要出來講清楚 因為你點了火 不然你就不要講 我做過 你 你一直到這個level 你 民主的工作 你唱去做要討論 可是所以就柯P的問題 那你 可是你柯P這樣講 我講嘛 你現在台北市市長 選舉等已經結束了 我說 連勝文雖然是落選 但是你這樣講是打到連勝文 對啊 選舉等已經過了 那你既然要講 你就要一次講清楚 至於柯建民 要不要承認要不要否認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你這樣講公道 對 因為這樣變成連勝文被黑過 你不能贏掉 大家都在影射好像是連勝文 不是影射 而且柯P講我們會相信 很清楚嘛 因為柯P說給我的對手 那柯P的對手就只有連勝文嘛 我們也不用自己騙自己嘛 他對手就連勝文一個人而已啊 我還是強調啦 你到這個位階了 你不能用聽說來講啦 是啊 這樣子不對啦 我們真的支持柯P也要 他做得不好 我們也要講講 對支持柯P的人 是有點傷而已 地方是在哪裡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柯P 假設柯P是不應該去跟 郭台銘這種人募款的 他不是要募款 他只是要爭取支持而已 也不應該去 我覺得 你當選之後再去跟他溝通就好 我覺得郭台銘這種人 在這場選舉裡頭 講話什麼都已經很明顯了啦 他可能會支持你啦 可是你少一個敵人是一個敵人 民眾這裡面可能會有一個 時間差的問題就是說 因為柯P並沒有講是哪一個時間點 對 郭台銘真正表態很明顯是到去年底 可是我們現在一直講 郭台銘 可是可能不是郭台銘 假設啦 因為他表態 他表態其實是在去年底 在去年底之前 其實任何的大企業都沒有人表態 而且你看 如果說假設真的有給三億 我也不覺得說是在去年底給的 因為去年底那個民調很清楚 還是 沒有一個老闆才說 你跟他講前年底 前年底 對 你不是 你現在是市長的位置 你不用去說這個啦 而且又選完了 這個事情 記者 剛剛問一下連政英說 三億 如果那個人是全省的候選人 他支持的候選人 三億很有可能 單台北市給三億 不可能 除非對價 除非要準備對價 除非有講好 對 或者說那個錢不是一個人出的嘛 對 那我們來問一下 這個連勝文現在還不知道去哪裡嗎 對不對 他們是永遠的義工 喔永遠的義工 OK好 可是你看人家胡志強找到工作了 恭喜他囉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 進入 望中媒體集團 而且是副董事長 二把手 僅次於蔡衍明 喔 所以他是對政治已經完全死心的嗎 我認為政治上我覺得已經沒有希望了啦 所以 所以他現在就接受了一個媒體的榮譽值啦 所以國民黨對他都沒有人口的安排就對了 你看他多悲哀 他自己成立一個副主席辦公室 自己成立 結果 結果你看 朱立倫有想給這個 想給胡志強副主席嗎 要幫朱立倫講句話 朱立倫到目前為止還不是黨主席 當然 他現在只是候選人 他明天才是 對他明天才是 其實他現在也沒有辦法做什麼太大的動作 沒錯 但是你看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這個 胡志強 我覺得他對政治不會死心啦 但是他自己算一算嘛 馬英九不用他 好 那朱立倫會用他嗎 看起來也不會 因為他們是不同世代的人 所以他 我覺得他會在這個 蘇立倫投票之前 決定要去旺旺 我看他也是認清政治現實 那他們在旺旺做什麼呢 他講說那個 旺旺是有媒體良心的啊 有良知的啊 他是這樣講的啊 嗯 嘿嘿 這種汪尾報紙可以對付 有進度台中市市政